韩国 那么去了韩国 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好的成岛 他为什么要去韩国呢 我相信他很谦卑 他一定觉得还有更好的 所以他就愿意付代价的 去到韩国来观摩来学习 当然去到韩国 我跟何牧师已经去了四次了 为什么要去四次呢 一次就够了嘛 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去不够 觉得这么美好的场景 在地落天的感觉 那么每个教会不一样 但是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 亲身体会到 不是我自己就够了 乃是如果众教会 哪个弟兄姐妹也有这份心 就算你好奇吧 如果有机会能够带他们一起去 不要花钱 别人盛行款待 如此盛行款待还这么谦卑 款待以后还要跟你鞠躬 还要这么谦卑 然后台上台下 当正式聚会开始 早上四堂聚会 四点五十第一堂 第二堂六点 我们参加的是六点 不是六点才进场 乃是六点已经全部做得好好的了 所以在前一场散会 后一场进来 整个次序好得不得了 我相信何雪祥牧师已经亲眼看见了 那何雪祥牧师是去年三月跟我们去的 到了去年九月呢 有四十二位跟我们一块去 所以更壮观 可是我们四十二位在他们每天清晨 这四场加起来是平均三万人 三百六十五天之下 我们这四十二个人算什么 就在一个角落 而且这场聚会呢 不是一场特会 它不是某一个的医治步道特会 来自众教会的 一个德医治也不过昙花一现 好像一个鬼赶出去了 后来呢那个人如果没有真心爱主追求的话 那依然是 不可能七个各个的鬼 自私鬼 贪心鬼 嫉妒鬼 小心鬼 生气鬼 全部附在他里面 不知道最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所以那个昙花一现呢 也不该是我们羡慕的 所以我从第一次去访函 到我后来四次连续去 我从第一次心里就有一个说不出的感觉 那个感觉是 如今我坐在这里不是特会 当然也不是我自己所在的教会 可是这个是一个教会 所谓一个教会 地区性的教会 就是天天 这一群弟兄姐妹 我们只是访客坐在一个角落而已 他们是天天 哎 天天都这么美好吗 散会之后也这么美好吗 天天都有这样的场景 那么在台上有这个场景 在现场有这个场景 那等到过了晨岛的时间 在日常工作中 在家庭中 有没有这么合一的场景 这个是我很好奇的 所以当我在行路当中 每天清晨黑压压一片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距离 那个会场比较近 所以我们就跑路的 不等车子来接了 因为车子接别人 那就让我们就 我们就不去站了个座位 当我在跑路当中 看到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 我就去跟年轻人讲话 可是都不会讲英文 没办法 鸡同样讲 我终于抓到一个 我说 can you speak English OK 他可以说英文 我说 are you still there Yes 我说你 每天都来 Yes 你来多久了 Many years 听懂哈 我来了好几年了 那我说你每天都参加这一堂吗 四堂每天都这样 他说 yes 我说你 晚上几点睡觉 他因为跑路气喘吁吁的 我说晚上几点睡觉 他说 about one o'clock 差不多一点钟晚上 那我说你每天清晨起来 你就这样子跑路过来 他说是的 那我说你这个完了之后 是回家呢 还是去学校 他说去学校 我说那你去学校上课的时候 你会不会打瞌睡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 My energy come from morning prayer 我的能力来自于成长 哇 你知道一个年轻人 我都没有问他是大学生 还是高中生 因为他个子高高的 可是 但是当他说 My energy come from morning prayer 这句话 好像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怎么讲 扎心啊 我说这是年轻人跟我说的话 年轻人 如果全地上的年轻人 都想这样 跟你说 My energy come from morning prayer 的话 这世界有救了 但是有几个年轻人 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来呢 所以这句话成了我 一个羡慕 承导的根基 我做梦也不敢想 我们教会会有天天的承导 真的 连一个祷告会我都不敢想 让大家一起开口 每一个人轮流开口 都尊重大家 爱开口就开口 不开口就我们一直讲 做梦都不敢想 但是感谢主 那在我们去的第三次 何雪强牧师 他夫妻两人 还有他的兄弟 他们是何牧师夫妇 何牧师夫妇 那我们这又是一对何牧师 所以有人叫何牧师 会三个人一起回头 叫何师父会三个人一起 反应啊 感谢赞美主啊 三对何牧师夫妻 都对成的 阿们 因为耶稣也承导 耶稣也做很多的事 是在承导之后 行神迹 彰显神的荣耀 在承导 耶稣自己承导 然后跟门徒们 来把他 从神父神 要告诉大家的旨意 告诉大家 感谢主 何雪德圣教会 永而承导 昨天我听到 何雪强牧师 说到 我在视频里听到 他说 那现在的纽约 因为昨天他去了一下 导臣时间不中途嘛 然后呢 那我就想到 这个韩国民生教会 天天 三百六十五天 他们教会几年历史 到如今应该是三十九年历史 或是四十年历史 那现在纽约的韩国教会 多少年历史 我不知道 那现在的 韩国的民生教会 是天天平均三万人 那他们总人数呢 那他们总人数呢 整个教会的名单 总人数 经常来教会的 是十二万五千人 那你来比例一下 十二万五千 跟三万 那个比例 那如果我们要来 大数据来这个 来计算一下 那么那个比例 跟我们现在这个比例 那在想到 民生教会 初创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在看他们现在 我一直内心在思想的是 他们初创 因为我听到那个牧师说 初创教会只有二十个人 主任牧师 就是现在主任牧师 那个时候的老牧师 带着只有二十个人 他说他们是以成岛开始的 他们这四十年来 我不知道 三十九二 四十年来 没有停止 没有间断的 三百六十五天的成岛 那么 在他们初创的二十人的时候 是否像他们现在一样 有这么大的师班 随便一个师班 就是上千人的 而且他们好多的师班 连整个停车场的那些 指挥交通的人 一天一套西装 指挥交通用西装 产黑西装一天 一天白西装 而且都非常有礼貌 非常的整齐 然后呢 有一天牧师在台上说 你们不要小看 今天的师班哦 今天全部的师班 青衣色都是弟兄 全是停车场的服侍人员 这些人怎么这么顺服 怎么这么听话呀 如果你去宁生教会观察 在清晨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第一次 我是用跑路的 后来有游坐大巴的 大巴它就停在一个 比较不知道 一个跟人冲突的地方 然后呢 让我们下车再走进来 所以后来比较看不到 那个场景 就是当你有些 其他的车子 要走进这个教堆 因为那个教堆的本身 前面的停车场 前面的广场很大 可是周边呢 都是住宅区 住宅区的巷道都很窄 所以你要来到 民生教会的停车场 没问题 有很多的车位 可是你要进来 不简单 全部排长队 排长队 然后呢 行人可能跑路 比开车的人 速度还要快一些 因为跑路吧 可以控制时间 排队控制不了时间 可是控制不了时间 他们到了准时间的时候 依然坐得 好好的 没有感觉到 已经门都该关了 他们就不让后面的人进来了 就站在下一堂了 只要你一点点迟到 比方说六点几堂聚会 他们如果让人进场的时间 是在五点五十分的话 五点五十分的话 他那个门关了 不给进 那有一次 我跟何牧师六点整 到达了那个会堂门口 因为我们参加六点嘛 就第一天的第一次 我们六点整 非常准时的 我第一天 第一场 我就进不了会堂 他们在前面有保留座位 给我们海外来的贵宾 可是我进不了会堂啊 我很准时哦 我是准时六点 到达门口 不让我们进会堂 不看你是贵宾 管你是贵宾的 他们的原则就是 到了这个时间 门关 你要到楼下 就是因为这个场景 才让我有机会 知道楼下怎么回事 他们的楼下是 一间又一间的大会堂 随便一个会堂 搬到我们海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教会 那我们跑跑 到第一间 坐得满满的 在看壁路电视 那发觉没位置 我们就跑跑跑跑 第二间 坐得满满的 然后呢 没有我们的位置 因为已经满了 门没关 我们可以看到 可是没有我们的位置了 我们就跑到第三间 第三间 人满满 不过后面几排 还有一点点空位 我们赶快坐进去 赶快坐下 因为大家坐得乖乖的 我们不敢在那边 动来动去 脱衣服啊 脱外套啊 都不敢啊 就赶快坐下来 因为整个氛围 就是非常非常有次序 然后他们服饰人员 也都穿得非常整齐 那弟兄基本上 都是穿西装 所以我们如果穿得很随便去 都赶快 第二天 我们海外贵宾 如果穿 我都要跟他们预告 人家都穿这么整齐 来敬拜神 因为他们叫做 晨岛礼拜 所以你们也要穿整齐点 不然的话 会很凸显 我们穿个汉衫 别人都穿西装 所以你就要穿整齐点来 一起来礼拜神 我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我们美国去的团队 我就 或者是我带领的团队 我就会告诉他们 你们一定要穿整齐 别人都穿很整 那你看妇女呢 哎呦 这么大清早 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 衣服你也知道 韩国人都是很整齐 当然一些妇女们 然后你会觉得她 好像一个贵妇人 好像那种很有钱 金光闪闪的 那种娇乐感吗 没有 你如果发现 这些人都这样跟你 也许是韩国人民族性 见了你会给你鞠躬的 然后跟你 那我们也得跟她一下子 所以在那里 我看到了 一种的 我心中可目的合一感 因为他们没有 把我们外来的人 排除在外面 他们非常盛情款待 无论吃住行 跟现场聚会 非常非常的到位 哇 这么大一个教会 当然服侍同工很多 可是当一个大教会 服侍同工很多的时候 会是什么情况 那就是意见很多 对不对 那意见很多 怎么办 意见很多 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如果意见很多 还有这种情况出现 就代表现在的情况 叫做假象 所以我要了解 他们背后 是不是意见很多 最后来一个表面 假象 做给我们看的 我私下访问了一些 稍微会说英文的 接待我们的 我就问他 我说你家里 有没有一些的 小孩子生病啊 丈夫工作压力啦 你自己觉得 人生有一些痛苦的地方 你看每天侍奉这样 不是只有成岛哦 在成岛以外的时间 他们因为教堂大嘛 空间多 教室多 小孩子 他们在中间 你到很多个房间去看看 都有活动 不是只有成岛 其他都空在那里 不是 当然有一部分是空在那里 会堂空在那里 可是教室都有活动 不是小组 就是有来练唱 不然就是有儿童 不然就是 反正都有活动 还有妇女 因为他们教室多 但是会堂 基本这几个大部分 都是空的 在周间 就是说没有聚会的时间 那意思就是说 神赐福 让他们还可以 可是回答我 到底有没有这些的 疑难杂症 在他们现实生活里呢 回答都是有的 不过 当我最后听完了之后 总结一下 发现 少之又少 开始时候很多 等他参加一阵沉岛之后呢 也不生病了 小孩子也变乖了 妇女也不再为家庭筹烦了 家里有钱没钱也不最重要了 他们好像这些东西都变成不重要了 开始的时候都是重要的 都是很酬烦的 那因为语言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跟他们沟通 还有一位 一位医生太太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她就是去飞机场接我跟何牧师 然后呢 在过程当中 一直在连续四次 我们都看到她 哎呦 一个医生太太 你真的不晓得她有多谦卑啊 她服侍人的时候 这样 这样端上 跟一下抱 哇 而且她长得很瘦 长得蛮漂亮 很瘦 可是她的服侍态度啊 我真的是很难 在我们现在一般的华人教会里找到 我不能说去去比较 但是我实在羡慕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哇 医生太太一点骄傲感都没有 而且她应该很忙才对 她自己也有孩子 而且住的也不是那么近 他们参加成老的也有些事情 要开车一个钟头来的 一个多钟头都有啊 我问过了 啊 那这个医生太太 因为她跟我们 接待我们嘛 所以我就看到她的接待态度 我只能羡慕的份 但是我现在心中有一个盼望 就像韩国教会的陈导 是我心中只能羡慕 不敢梦想 可是现在实现了没有 哎呦 谁做的 清楚 神做 无人能行 不是人制造出来的 如果人制造叫假象 是神自己带领我们 活水得胜教会 我们只想一天 结果现在来了六天 加上主日就等于七天了 所以是 我有一天心 有一根拜 我是叫做清楚 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迷糊 一点都不打糊涂仗 是清清楚楚 神做的 无人能行 如果我们要去学这个 学那个学那个 学不来的 学不来的 学不会的 民族性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地区性不一样 纽约是一个大人奴 真的不一样 怎么做得到 好 那现在 我梦想都不敢梦想的 在我们活水得胜教会 有了开始 所以 人家民生教会开始 所以也不过二十人 那我们也现在 就算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那也不过二十人 没关系的 那就算要等四十年 才能像那样 那也许四十年 我们都到天上去了 那就比他们人更多 是这样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 再大敬拜 大赞美 比他们的 不要比了 但是要比的话 比一个千人师班 还要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 按神粮给我们的 按部就班 我们不知道假象 但是有好的 一定学 我们为什么要 叫做成岛礼拜 因为我们是以理 心灵与诚实 加上外在 也要端庄地 来敬拜 真神 就对了 所以 该学的 我们就学 那么 刚刚讲了 成岛实现了 我看到他们的同工 如此态度好 笑容好 谦卑 殷勤 那我也只能羡慕 我不是说我们同工不好 乃是说 民族性不一样 还有关系不一样 因为跟我们在一起的同工 都今年每月 时间太长了 就像你在家里面讲话 一定是比较随便的 你去外面做客 稍微礼貌一点 所以神现在翻转我们 让我们在家里 也要礼貌一点 彼此台上台下的对话 都要客气一点 尊重一点 我们对神是敬拜 对人 我们是敬重 不论他是小 是大 连对小孩子 你懂得敬重他 尊重他 不讲敬重 老的我们才讲敬重 小的我们讲尊重 你尊重他 你看你的孩子 会不会尊重你 如果你不尊重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自然是一面敬子 他对你讲话 也随便 因为你都这样子 骂我 你都这样对我 所以半斤八两 你要这样 他就这样子 所以都一样 我们一定要翻转 这叫翻转 也许你有你的理 也许你有你的理 可是现在呢 全把自己的理放下 好 那今天时间都已经到了 我还是要记得几句神的话 让大家回去的时候 至少有几句神的话 放在心中 那这个礼拜呢 其实我在礼拜天的晚上 神已经感动我了 因为前一阵子都在做一些的翻转 就是我们有一些的 不好的地方 我不想跟这里来提到一些 要认罪悔改的东西 但是呢 讲着讲着就要去讲 那就要把整个大装修的时候 那有一些 蟑螂老鼠啊 那些不干不净的 全部都要清除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 就是过去礼拜天 其实已经累了 可是我心里要躺下去说 哎呀 好像就想起来再看那圣经 所以我就一看圣经 然后一打开网站 我就突然一个新的感动 我的感动的标题 你知道每个礼拜 我都有一个清洁的清这个字 你回到网站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礼拜神给我的方向 虽然我知道和雪强牧师要来 我的心里面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礼拜 我不要讲了 全是和雪强牧师讲 那不过呢 神感动我我就记下来 所以我把标题叫做清道 那个道就是道成入身的道 那你可以讲清洁的道 清醒的道 清新的道 或者是这个清清楚楚的道 是生命之道 叫清道 那如果我们在我们一般人讲 清道夫是什么 就专门清垃圾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做清道夫 不过清道夫是指清那些垃圾 所以你看道本身是清洁的 道是神的言语 是清洁的 可是他越讲出 让我们把我们路径的道路上 不清洁的东西给移开 就叫清道夫 就反而把那个道路 要变成干净 叫清道 要成为一个干净的道路 神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平安的路上 一定是一个干净的道路 那如果你这样行 不断地在清道的话 那么你这样行 你就会很喜乐 所以我的四个字叫做清道 行乐 你这样行就叫做行道 你还没有做什么好事了 还没有做什么宣教的事了 你只是把你自己道路上的障碍物 给移开 而能够好好走 生命之道的道 就已经叫行道了 不是说今天我们说 叫你去宣教 叫你传福音 叫你干什么 这些呢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地 附加上去的 你在道路上欢喜快乐 自然就告诉旁边 我好快乐 你告诉别人 我好平安 那是自然发生的 所以真正清道 是要清什么 就是你自己 在走人生道路 在走侍奉道路 在走登天堂的道路 所有会障碍你的东西 你要清掉 就叫清道 你这样行 你就喜乐了 然后我每次都有八个字 在后面四个字叫 欲欲欢喜 还不单单是喜乐 是欢呼喜乐 是让你喜乐极了 高高兴兴地生活 不管你生活中 有什么的风吹雨打 日晒雨淋 你都是高高兴兴 欢欢喜喜地生活 因为 你已经养成了清道的习惯 今天一场风雨 一定会有一些树枝 掉落在地上 会有风吹过来 垃圾吹到你的道上 不过你已经养成了 清道的习惯 所以呢 一来就马上扫掉 一来马上清掉 很清手 如果不是这个习惯的话 那么就会变成了 日积月累的堆积 那你要清也不太容易 而且清了也不太开心 所以一定要养成清道 大家跟我说 清道行乐 日日欢喜 那马太福音 第十三章四十四节 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天国好像宝贝 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 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 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去开箱 好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四节 请快速打出来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你知道 在你的人生路上 你的事后路上 上帝给你多少宝贝吗 不是另外的宝贝山 金山 银山 而是在你的路径上 神给你隐藏的珍宝 都藏在你的路径上 如果上面都被垃圾给覆盖堆积 你不把垃圾移开 甚至去挖挖看的话 你不知道那个宝贝在那里 但是神所有为你预备的宝贝 都在你的路径上 那么人遇见了 他为什么遇见 你在跑道路 垃圾都清开了 你就一直往前跑 你总会停住脚步 说这个地方好像有油矿 这里好像有金矿 我告诉你 神会苏醒你的 神会让你知道的 神会让你停住脚步 当你在跑道路 如果你脚步不停的时候 你就错过了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宝贝的宝藏 是指耶稣基督自己 但耶稣基督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也会放下不同的恩赐 恩高跟神的预备 跟神的命定 跟神在你生命中 要让你恩上加恩的部分 那么如果我们 有了清洁的道路 我们都不管 神要我们停下脚步 聆听他 我们就这么好 反正我现在已经清干净了 我就是我都很好 我都很好 不是很好 因为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没有停下脚步 来聆听上帝 现在要对你说什么 你什么都很好 你平常也很圣洁 你也很爱人 你也不如去沾染罪恶 什么都很好 可是你就一直说 我要奔天堂的道路 你一直跑一直跑 哪里不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 别人要跟你讲 你不要跟我讲话 那么也不好 态度不好 还有神让你说停 这里 把这个宝图上取出来 去封给别人 你没有停 所以你会发现 你自己觉得什么都很好 可是一定有不好的 那就丰富的宝藏 神 他说人遇见了 就把他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 所有的 来买这块地 事实上呢 这个是神的话语 不过呢 神就要让你知道说 你会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你知道这个道路跑对了 这块地 这块土地 我的心田 存这样的态度 是对的 我这样的心 跟主的对接 是对的 你该跑的时候跑 该犯着力量 跑的时候跑 去宣教的跑 或者是要去 养家活活的跑 可是神让你停下脚步 聆听神话语的时候 你就停 你就知道 你这块心田 这块地 是对的 其他都不重要了 你可以 好 叫我变卖 一个 其他 你欢欢喜喜的 你拥有 你这块心田 有主在我们的 生命的道上 在十足行传 十三章四十八节 十足行传 十三章四十八节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我们尽快速度打出来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 十足行传 十三章四十八节 你知道吗 当你在分跑这条道 清洁的道 清洗的道 承岛的道 跟你自己 跟主相亲的道 跟主 给你力量往前跑 让你停下来 你也懂得停下来的 道 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榜样 有为人一定赶鬼的时刻 有到了清晨 他独自在祷告的时刻 有他在行了神迹之后 他退到身上 让门徒先离开 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刻 总而言之 有快有慢 有近有退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子 来行出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一定是一个通畅的 一定是一个喜乐的 你天天一定是欢喜的 当你的欢喜 会不会影响别人啊 谁不喜欢一个欢喜的人 在他身边 谁喜欢一个 一天到晚苦毒的 讲话的都是苦毒 都是恼恨的 都是咒诅的 谁喜欢这样的人呢 刚开始可以忍耐你 包容你 久而久之就远离你 防证你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人 我们一定 当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 什么叫做预定得永生啊 难道有人 预定下地狱不成 预定得永生 你知道我们人是有命定 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会认识你 你会认识我 全天下这么多人 全中国这么多人 十三四亿人 谁能来到纽约 来到纽约 谁能来到 火水得胜教会 每一次新朋友进来 我在陪谈的时候 我都说 我们这一圈 今天会此时此刻 坐在这里讲话 你跟我讲 我跟你讲 叫不是偶然 大家说不是偶然 那就是必然 那就是神的命定 那就是神的口令 那就是圣灵的引导 所以当圣灵引导 一个人 接近你这么欢喜的一个人 接近你一个这么清洁的一个人 接近你一个这么懂得 又有能力往前跑 又有谦卑的心静下来 像玛利亚一样 听主的话语的 可收可放 可以升到天上 也可以道成肉身 学耶稣 如果有一个外邦人 就叫不信主的人 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 碰到一个这样的真正的基督徒 会产生什么结果 会产生他会得永生 对不对 如果他碰到的是另外一种 表面叫基督徒 可是却不是真正基督徒的样式的 意思是 充满了苦毒 充满了恼恨 充满了乱七八糟的话语 那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皱眉头了 就开始骂基督徒了 还会赞美神的道吗 那你要使他预定下地狱了 是你造成的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预定的永生 就是凡神 凡些亲人朋友 带到我们身边来的人 我们的生命可以带动生命 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 我们的生命可以生发欢喜的亮光的 可以赞发生命的金香之气的 不是臭气 不是苦毒 不是恼恨 不是指责 不是谩骂 那些东西不带别人不欢喜 自己更糟糕 会生病的 会得身体加灵魂的癌症 身体得癌症 如果得病了 还懂得谦卑说住 因你受的病伤 我得医治 因你受的刑罢 我的病 来回到神面前求医治 你还有救 如果身体病了 那其实灵魂也差不多了 你灵魂如果一旦得癌症 再不来症就悔改 再不发现这个问题 是出在 我都觉得我很好啊 很好啊 很好啊 你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 一定要常常成为一个亲道夫 你的道是神要传递 生命之道的道 你的人生当中 要拥有从基督而来的 生命之道 世上道理很多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可是真理 真的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保险 能够清理所有的 我们生命中的 渣折废物 罪恶 有一点灰 叫有一点灰心 很灰 叫很灰心 有一点黑 叫有一点灰心 很黑 叫很灰心 所以 如果讲灰心 大家都知道是罪 希望灰心算不算罪啊 当然是 为什么 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颗 红亮的心 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 成几何时 怎么你迎接灰尘 而不把灰尘擦干净 怎么你迎接 那个黑点上去 你不赶快及时 把黑点给除掉 有人觉得 我就是这样 管你怎么看我 那我们在宣告 八福 宣告 穿戴绳索是全部军装 不是说吗 以信德当作腾台 可以灭尽 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所以当我们明明 没有做错事 而别人一直用一种 给你戴一个标签帽子的 说你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如果我们用口舌 去跟他辩论的话 那叫做愚昧 如果我们说 我活给你看 我活出我的荣人 我活出我的爱心 我活出 我可以像玛利亚一样静下来 什么都不说 只领受 我活出交托给主 我活出让神来做事 这叫做以信德当作腾台 因为最信德的是神自己 世上的人 没有一人 一个也没有 我们都是败着原罪 来到这世界上的 亚当下我的原罪 每一个人都有罪性 苦毒脑恨 嫉妒纷争 贪心败坏 如果我靠我自己而活 那就原罪加上 我的罪性 加上行出来的罪行 不明显的杀人放过 也可能有心理恨人 以至于杀人 讲出来的话 像杀人一样 都有 那就算我们已经都了解了 还有可能失误 那失误怎么办呢 那只好赶快再回到神面前 成为亲道夫 你这样行 你就喜乐了 你这样行 你就天天欢喜了 这是神在这个礼拜 真言三章十七节 他的道是安乐 他的路全是平安 我们都希望活出神的密定 都希望神在我们生命中 做我们掌权 这都是我们的祷告 可是我们行出来多少 你说我要行出全部的道 不可能啊 因为神的道这么完全 我告诉你很简单 就是你定义成为亲道夫就对了 大家懂什么叫亲道夫吧 亲道夫就是专门清理垃圾的人 叫亲道夫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职业有什么光彩啊 我要做CEO 董事长 我才光彩 我现在做工友 来专门打扫这个公司的 这个所有垃圾桶 把他垃圾桶倒出去 换一个干净的袋子 或者是把这个公司的前庭后院 打扫干净 你说这有什么光彩啊 诶 偏偏神国 跟地上的国 看法不一样 万丈高楼 平地起 你想要在神国里 得到大冠冕 大奖赏 我们从神学院出来的人 通常第一件事情 都是先去洗厕所 然后呢 在神学期间就开始打扫 教会的会堂 一面打扫会堂 一面唱诗歌 然后呢 平常呢 碰到别人的时候 不是只跟他讲神学理论 要开始学习传福音 所以如果哪个神学院教导出来的神学生 不懂得扫厕所 不懂得来把教会打理干净 只要求占讲台的 这个神学院大概没有把神学生教好 因为神学院是要学神的 是要学基督的 基督已经到处肉身 从高天降在马槽 死在十字架上 马槽是一个又张又错的地方 不是小婴孩来打扫马槽 那是他来的目的 是要把每一个像马槽一样的心 耶稣基督先做了清道夫的工作 他要清洁你每颗心 最后让你每颗心得荣耀 他替我们死 替我们上十字架 因为把所有的我们心灵中的罪恶 都送到十字架这个垃圾山 这个专门清垃圾的地方 叫做十字架 十字架在以前 是一个最羞恶的记号 最羞恶的刑罚 因为一个犯人 他要被打个半死 然后呢 这边钉钉子 这边钉钉子 木头举起来 脚还要钉钉子 腿还要打断 还要在这边戳一枪 然后写滴滴答答 第六个月 第六个钟头 滴肝 这样的一个刑罚 叫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完全是一个羞恶的 你看这个犯人 大坏蛋 多羞恶啊 选起来是重 是一个极羞恶的 这全世界大家都干干净净 也都是表面工作 可是最脏的地方 就是那个今年每月 堆上的垃圾山 细菌滋生 以及细菌压得很厚很重 全部垃圾山 全是垃圾 连你家 本来是有用的 后来今年每月都不用了 积了灰神发觉多余的东西 丢到垃圾袋 也成了垃圾山的东西 所以凡是上帝不要用的 你认为世界上好的东西